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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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女性癌症 大家可能会想起乙癌或子宫颈癌 但原来比较少人提起的卵巢癌 是常见女性癌症的第六位 排名比子宫颈癌更加高 可以说是一个低调的女性杀手 你看到中间一块东西就是卵巢癌 我们都怀疑它是有恶性的 因为看上去黑白 你看到这里白多一点 这里就灰一点 其实白多一点的位置 我们就觉得是硬块 五十多岁的刘女士 几年前开始持续有肚胀和腹痛 刘女士以为是泥京 或者腸胃不息 没有遗疑 直到一次看医生的时候 发现腹部有硬块 她接受超声波和电脑掃描检查 确诊是卵巢癌 当时已经去到第四期 初初就是觉得肚子有点滚滚 越来越大 初时就以为是越经历 所以就没有理她 在香港每年卵巢癌的新症超过400宗 大部分患者确诊的时候 卵巢癌已经去到第三期 甚至末期 即是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后期才确诊 如果去到第三期才发现 再生存五年的机会只得回三成 如果去到末期 存活率更加跌到得回一至两成 这个就很视乎是早期或后期发现 早期存活都是比后期好多的 但问题是如何才能早期发现到 因为刚才也说了 卵巢的位置在盘腔里面 就算有小小小小的楼 都未必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自己又摸不到 所以很多时候 到了比较后期才发现有些症状 有时很幸运的 早发现症状 早看医生 都有机会早治疗 卵巢癌的成因到现在都未可以确定 但是医学界相信 和卵巢不停排卵可能有关系 卵巢瘤或者卵巢癌 有时真的可以很大 你看到这个可能3cm左右 真的卵巢癌 就可能可以大到15cm 20cm都有 其实就是 如果慢慢增大的时候 就会来到这里 甚至整个肚子的位置 也会被卵巢的恶性肿瘤 塞住了 治疗卵巢癌主要靠手术切除和化疗 留女士的情况 因为肿瘤太大 直径有10厘米 所以要先做化疗 将肿瘤縮小 将抗癌药物注入体内 破坏癌细胞生长和分裂 再将卵巢 舒卵管和子宫切除 医生说做全子宫切除手术 是希望将癌症复发的机会减至最低 如果病人比较年轻 仍然有计划生育 也会尽力保留另一个卵巢和子宫 初时我都跟医生说 如果是卵巢 你可不可以只割了卵巢呢 他说 如果你想稳固起见 产草除根 那你就全工切除 你现在又有小孩了 年纪又这么大了 你流离都没什么用 他说你安全起见 都是建议你切除它 我想想也是 好像你拔棵草 你拔不干净 它都会复发的 就是会重生 想想也好 做完子宫切除手术之后 女性荷尔蒙分泌会受到影响 亦都可能会出现潮热等更年期症状 如果真的觉得很不舒服 就要跟医生商量 看看有没有需要服用荷尔蒙补充剂 预防性于治疗 这个概念 用在对付卵巢癌又有没有用呢 医学界普遍认为 女性早离月经、持收经 未曾怀孕 长期服用荷尔蒙补充剂 或者有特定的遗传基因 患卵巢癌的机会都比较高 应该多加留意 但是医生亦都指出 他接触过不少病人都没有上述的情况 所以就算没有这些风险因素 都不可以掉以轻心 不幸运的地方 暂时没有一种好的西茶方法 你都听过子宫颈癌 可以做拍摄抹片 甚至打预防针 但在卵巢那里 暂时没有一些好的西茶方法 所以都要靠病人自己 或者靠女生自己 就留意自己身体平时的状况 包括肚脏肚痛 很容易就饱 就要早点看医生 医生和你检查 譬如检查员说没有东西 就比较安心 不过虽然如此 如果医生初初的检查没有东西 但是你的症状不改善 如果再有 或者继续持续的话 都要再提医生 卵巢癌似乎是防不生防 留女士在手术之后 不单止卵巢癌细胞全部撤除 连扩散到淋巴和肝脏的癌细胞都找不到 他形容这样是一个奇迹 作为过来人 他相信 对付卵巢癌的最佳方法 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我们五十多岁 还没有收经 其实都应该属于迟 但是应该一直去看医生 但是我那几年都没有去检查 一直都没有检查 所以忽略了他 总之你的身体觉得有什么变化的时候 都是要及时看医生 由于我自己 我都很后悔当时自己是没有及早发现 如果我早发现 不会去到晚期 所以都是要小心